《啟述》第21章 第1 朝第2節 我又看見一個新天新地 因為先前的天地已經過去了 可也不再有了 我又看見聖城新耶路撒冷 由神馬雷從天而降 預備好了 就如新婦裝飾整齊 等候丈夫 在我們一路去分享這兩節經文的時候 我相信其中一個題目是我們值得深究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花很多時間去建立這件事 而我們花很多時間去建立在錯的根基 而且還要建立在錯的目的 而且還要用錯的材料 而事實上可以說 很多人一生都是這樣 所以這次我想跟大家去講一講 關於這個題目 究竟一個新婦如何預備整齊 如何是合格呢? 主耶穌基督也好 保羅也好 新約也好 舊也好 無論是關於這個城也好 裡面究竟是一個什麼的對比呢? 因為如果我們看耶路撒冷 它是一個非常大的對比 因為可能大家不知道 就是現在這個我們稱為 歷史上現在在以色列的這個新耶路撒冷城 其實是建立在舊的廢墟上面 整個根基建立在舊的廢墟上 而我們現在知道 整個耶路撒冷城和聖殿 根本是建立在三個山上 有橄欖山 有阿伯拉罕獻以撒的摩利亞山 還有很有名的西乃山 它是在這個根基上面做的 所以原來我們說的這個城 其實如果以城來計 它就將我們人生 如何建立成為神的殿 或者神的聖城 是有一個很明確的否釋的 為什麼呢? 因為原因事實上 就好像建立一個城 真的要時間 是一個信仰的集合體 它由根基至到它選擇的結構 到它選擇的材料 都是很考究才能夠建立一個城 而實際上我們在啟述 你讀下去的時候 裡面有講到關於這個城的第一根基 第二它的結構 第三就是它的材料 而這三樣東西其實是神去很仔細的說 原因就是你追回每一個字 你都會看回舊約的時候 這三樣東西的對比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題目裡面 我嘗試跟大家去慢慢分享 分析 就是究竟我們怎麼用 我們的人生呢? 我們的人生 如何為之在根基做得對 就好像保羅自己親口說 在哥林多禅書第三章 第十至十五節說 他藉著基督去藉著新藥舊藥 建立了根基 是嗎? 為何他那麼強調根基 跟著他在上面 你們在上面建立 然後跟著他說 你們建立的時候 你不要只想建立一個結構 你還要選擇材料 即是要金文寶石 不要草木和街 為何保羅這樣說呢? 是不是他語無論次呢? 還是因為近代的基督徒聰明 超越了保羅呢? 當然不是 保羅其實在說的 根本就是歷代歷世 來隱藏澳秘 有多少人知道保羅 究竟在說什麼呢? 其實保羅所說的 就是神用巴比倫這個城 和耶路撒冷這個城 他兩者的建立 和他們真正的實質發生的歷史 去做一個預表 他讓我們知道 教會也好 個人也好 其實我們應該怎樣 建立我們的人生 因為這個將會是我們人生 花一生 有很多人 花盡一生的時間 去建立的內容 而實際上當如果說到 關於這一點的時候 我相信 每一個人都有不同的範圍 所以我覺得 他講到關於這一點 我嘗試用我自己 在信仰的歷程裡面 我自己碰釘 我自己有很多瑕疵 很多錯誤 很多問題 我怎樣去面對解決 以及我沿用什麼方法去解決 以及沿插著什麼的 可以說 智慧去解決 而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我就嘗試用這個城 都說明了 這個城已經起完了 這個城已經預備好了 這個城就好像辛苦 預備整齊 讓你知道辛苦應該是怎樣預備的 所以結束這個啟示錄 他在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其實是講到一個很大的告辟 可惜的舉世 有多少人 肯花時間去明白呢? 花了時間 但是又明白不明白呢? 但這次我想跟大家在這裡 嘗試用深入淺出的方法 或者我們遲些可能講深一點 但是我們起碼用簡單的方式 慢慢和大家解構 關於怎樣用一個城 去看我們自己的信仰 原來神是怎樣看我們 而接不接納我們 在我們人生當中所做的事情 而在永恆裡面 究竟我們的靈魂是一錢不值 還是千金難求呢? 那我相信 每一位現在聽我這篇信息的人 你肯一直這樣聽 就說 你都希望你的靈魂是千金難求的 那千金難求得來 我們會不會就在世界上 過著疲乏困乏 一無所有的人生呢? 可不可以兩者一個平衡 好像弱室那樣呢? 是可以的 只不過就是 你不是選擇走金燈台這條路 那麼簡單 你願意不單是被人點著那麼簡單 你願意走完整個金燈台之後 你願意成為星的話 你就會看到在歷史上 有了星級的基督徒 比如摩西 我們看到好像約瑟 我們會看到好像亞伯拉罕 他們是充滿祝福的 他們生命裡面是有缺乏 是有神的要求 但是他們會不會都交換更大的祝福 更大的高聲 在他們的生命裡面 那其實是有什麼理由呢? 原因就是他們自己建立他們的信仰 都是依存這三個層次 花盡他們的一生 那這三個層次 我們嘗試跟大家去分析 我相信會被你有所理解的 首先第一個是說根基 一個城一定要有根基 現在我們講講巴比倫 今天又建立在舊的廢墟的根基 我現在講的 你去以色列這個耶路撒冷 它今天建立在舊的城的廢墟 因為舊的城在最後七十年 就已經被羅馬將軍 已經滅了城 整個城燒光 聖殿拆光 他們現在根本在大約20呎 這麼深的廢墟上面建 他們現在的城市 城牆 他們的很多這些建築物 所以現在他們根本是每一年 都在這個廢墟下面會挖回 新的這些古文物 每一年都有的 挖回以前的屋 以前的不同的池 不同的城牆 都是在這個廢墟裡挖回 所以我想你知道 原來新約教會 其實都一樣 新約教會是建立在以色列這個廢墟裡 以色列本身 他們在這三個山 橄欖山 摩利亞山 和石安山 他們在上面建立了他們的盧薩蘭 但是問題是他們 能夠使神去寄望 還是使神去失望 他使神失望 所以變成了 神就毀了他 證明給我們知道 神是其實不顧色的 這些根本不願意付代價的 這些聖文 毀了他之後 而色列上神在正義主耶穌 建立了新約教會 新約教會 新約教會其實是建立在 上一個被廢棄的選民 他們的信仰 舉個例子 我們是不是要丟棄舊約呢 有整個宗派 將整本舊約丟棄 我覺得是瘋的 那些宗派 信聚的人 我覺得是傻 我個人覺得 有些人真的 把舊約全份丟掉 我們只是要新約 我看再過10年 可能這些人 說我們要藍青 紅青 尿師過 新約都不要 有人竟然會這樣 所以整個根基 雕氣我們不可以 因為那個葡萄 栽種的根 還在 那個樹頭 樹幹 都還在 我們只是枝子摺上去 舊的枝子 神拆了下來 因為這三個山 是代表了神 建基 我們信仰的三個 最基本的根基 你會看到 例如橄欖山 就是代表了 神栽種的恩高 我們所說的關於 這個摩利亞山 就是阿伯拉罕 舊約交換的律 因為這個摩利亞山 上馬阿伯拉罕 獻以撒 跟著我們所說的石安山 就更加知道了 就是神真正所建立的 他的教會 他的軍尊祭司的角度 這個就是根基 但這個根基 當他們在上面 胡亂去建造的時候 神就在歷史上 被我們看到 就滅了以色列 而滅了以色列之後 他們好像被列國拋來拋去 流離浪蕩的時候 教會在二千年內蓬勃 我們建立在什麼 建立在神本來 給以色列這個根基 即是我們是不是放棄了舊約 我們放棄了神的原意 我們放棄了耶和華 我們要有好處 就是討盡舊約的耶和華 這種這麼高的標準 如果不合格或者失望 就會審判我們不要這個耶和華 我們不要祂所說的 不要祂將會做的 我們只要好的那些 不行的 舊的根基 意味著一件事 神的原意是沒有變 我們在這個根基上面 神去毀了舊那個 再建立這個新的教會 都是因為舊那個 不肯去進去你的宅 神就好像 在聖經裡面 主耶穌就將 一個葡萄圓去說 就是這個圓子 本來是神的 主人要收果子的時候回來收 但是那些圓戶肯不肯交出 原來是沒有結果子的 甚至還要殺了這個圓戶的兒子 不僅是先殺他那個伯仁 差他的先知 但是最後還殺了兒子 這個圓戶最後出兵 毀了他就將這個圓子 交給會結果子的人 我們是不是要廢棄這個圓子 才叫我們是精英 才說是新了教會 我覺得那些人瘋了 是不是 即他直成是 仍然就是 好像舊那些 我們要拿著數 但是我不要付代價 我不要結果子 有什麼好處 有什麼好果子 給我吃完 但是要我結果子就不是 那這些人在七年大災難 你會看到 他們肯定是受害者 是不是 所以你會看到第一個根基 我們從歷史上 這個圓子給我們一個很大的宏觀 讓我們看到 原來真的 原來以色列人在整個耶路撒冷 就做了一個活劇給我們看 神亦做了一個活劇給我們看 就是原來這個圓的被毀 意味著以色列的被放棄 這個圓再次建造的時間 其實已經是外邦世界建造這個圓 當時 因為羅馬滅了這個耶路撒冷城之後 根本就不是以色列人再建立 因為他們拋來拋去 反正是外邦世界重建的耶路撒冷城 但當然是一個非常荒廢 直到1948年的時候 他們才真的回去修緝 當然這個就代表了 他們將要預備主耶穌基督第二次來 但這個就意味著 原來在2000年前 真是主耶穌說天國已經從以色列人 即在天國比喻裏 馬太坊13章說 是從以色列人的手拿走了 然後去交給外邦人 看書第21章第一至第二節 我又看見一個新天新地 因為先前的天地已經過去了 可也不再有了 我又看見 聖城新耶路撒冷 由神那裡從天而光 預備好了 就如新婦裝飾整齊 等候丈夫 好 我愛上帝 這愛火不回誓 愛意熱量 發瘋心肺 願這光輝 你不死 上朝要見出安慰 讓每顆心肺 讓每顆心得愛惜 永受神更慰 將心之謙風 是堅正不慰 偏真你光亮 將照亮發揮 一生自盼為絕護 讓我心靈不荒廢 重發光輝 奉上輕盼活跡 除非